最近接了一个起诉小三的案子 男方是个48岁的已婚男 出轨了97年的小三 两年里前前后后 花了约80多万在小三身上 最后被原配发现 原配遂来委托我将钱要回 最后法院判决小三返还60万 这个案子最后为什么能把钱要回来 男方积极配合提供证据很关键 老婆发现他出轨后 要求他把钱要回来 不然就离婚 但是男方不想离婚 于是就配合提供证据 有了男方的配合 起诉小三的官司就简单多了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明明花了男方80万 怎么最后法院只判60万 很简单 有20万是现金消费 没有证据 法院当然不会支持 但剩下的60万都是通过支付宝转账 微信转账的方式 都有账单流水明细 做小三不仅破坏别人家庭 还有可能让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千万不要支三当三 他有对象 我们一直有聊天 我暗示过他很多次 我说 我懂了 咱俩以后正常相处吧 他说 在我女朋友眼里 正常相处都是错 现在我们不也是正常相处吗 我说 你搞清楚 现在要我来安慰你吗 他说 没有啊 我说 吃了没谁了吗 在干嘛 这些有用吗 他说 那我讲关心的话 你不会觉得我渣男吗 你以前这样讲 我说 你爱你女朋友 你就不应该随便泛滥感情 我试探过你很多次 你放弃不了 你就收回你的心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的真实的事情 一个三他破坏了别人的家庭 原配的孩子受伤害 原配痛苦 然后小三登堂入室 还生了孩子 男的给小三了很多钱 请问 那个小三受报应了吗 男的合缘配例了婚 和小三结了婚 请问 他受报应了吗 当小三会被瞧不起 但是那个女的一点也不在乎 内心非常强大 而且 他得到了很多的钱 他也得到了他孩子以后 无限的前途 他还得到了阶级改变的权利 请问他收到了什么报应 我说顶楼咋没人回复呢 热评里 小三跟别人的婚姻无关 这句话 就是有点矛盾 多少女大学生被包养 那是不是指三当三 男的 都是低级动物 不想多说 婚姻不是谁的事情 也不仅仅是一纸婚书 更不仅仅是感情 婚姻是法律 是权利是义务 所以 为什么原配能 把钱要回来 这就是博主想跟大家说的 女孩子要擦亮眼睛 去找一段能受法律保护的感情 而不是被金钱权利蒙蔽了双眼 因为到最后 一定会吃亏 我有个认识的朋友 就是怀儿子 逼宫小三上尉 俩人领了结婚证 性格贼强势 不让给前妻 和他家孩子抚养费 骂婆婆 天天仗着老公有钱 对亲戚朋友极度势利 最后老公 因为什么事进去了 一个人在别墅里带孩子 吃吃喝喝没烦恼 天天去美容院 以前聚餐和他聊天 真的三观碎一地 另外 他老妈也是小三上尉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如果增加对出鬼方的惩罚力度 如列入失信名单 离婚财产 像被出鬼方倾斜多一点等等 关系到出鬼方的切身利益 估计出鬼时会有所顾忌 另外 社会一面倒的 对涉足的小三批判 基本很少对男方出鬼 才是破坏婚姻的 直接导火线这点 去指责 整个社会 营造婚姻出鬼可耻的氛围 我想 慢慢的很多男的 不会再为自己外面 采气飘飘为荣了 我觉得 这个文章是假的 不太可能去追回六十万 花了八十万 比如说送的东西 他送出去之后 就不值这么多钱了 你怎么可能要回六十万呢 还有一些吃的用的这些 已经消耗掉了 你也要不回来啊 就算是 花了八十万小三手上 能存下多少 怕是连一二十万都不一定存得下 法官不会这么判的 他要有钱 不就不会去做三了 暴律师 家里一亲戚 惊人介绍 五月份白酒 后期女方各种理由 不跟男方拿结婚证 也不在男方家住 白酒三个月 再家住的次数不到一个月 然后男方这边觉得 女方根本就不愿意过日子 分开了 给的二十多万彩礼 买的三斤女方不退 也去法院起诉了 女方一口咬定钱都花了 这怎么办啊 我相信是有报应的 我父母就是因为 小三尚未离婚了 那个三儿生了个儿子 更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不让我爸爸丢钱 但是他儿子后来发现 有很严重的自闭症 现在已经治不好了 生活不能自理的那种 小三儿现在一把年纪经常苦 虽然高兴不道德 但是我真的觉得 老天对我和妈妈是公平的 女孩子千万不要觉得 自己年轻貌美 拿捏住了这个老男人 你拿到了你想得到的 拿到了 交易筹码就离开 不要贪婪 男人没有爱情 当然他也不爱老婆 离婚代价太大 肯定有一些疯男人 愿意扶正你 但是也会有下一个取代你 知三当三肯定被人骂 但是各有各自的选择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面对出轨法律无约束 反而桌奸是违法的 更为私生子正了名 婚外情只会越来越泛滥 击碎了多少个幸福家庭 自古坚勤出人命 会有多少人绝望后 做出疯狂的事情 毕竟在中国 出轨成本低到尘埃 怪不得越来越多年轻人 不敢结婚 没有法律保护 还助长道德败坏之风 哎 我妹说他们以前一起学化妆的 十几岁就出来闯了 跟了一个男的到二十五六岁 想分了过正常家庭生活 男的要求他退回车子房子 结果打官司都没有打赢 因为女的当时买的时候 都要求现金 我听了真的 道德上那些不说 这个头脑算计简直了 我到现在都没有那个脑子 我有个朋友 找了个四十岁 我们都才二十二 他说对他特别好 还他吃西餐 我真吐了 待他吃了一两次西餐就陷进去了 我就感觉 我朋友也不好看 据说那男的有钱长得也不赖 我不是说极度 四十岁没结婚 有钱还帅 你没结婚 我还真不信 找个二手货 上边刚见了一例 被原配发现了 男的出轨 跟这女的三年多了 给买车买房 还给零花钱不少 原配一发现 渣男立马和原配老婆统一战线 把所有转钱记录 啥的证据全部给原配老婆了 原配直接拿证据起诉 把房子车钱要回来了 小三白给完三年多 啥玩意幌子 小红书之前 有个姐姐 就发有个小三聪明得很 公然对付他 老公是去小三朋友超市买烟酒 他拿提成 然后从来不喊他老公转账 都是现金 而且拿了现金 还喊老公写欠条 道歉二十万 问原配 他们两个从个还 而且原配咨询了律师 说不好打赢 我是女的 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老公有小三 我一点也不会恨小三 但是会对老公恨得牙痒痒 会有伤心不理解 和痛恨这些情绪 但都是对老公 对小三我就会觉得很淡漠 像是跟我没有关系的陌生人 硬是不会有什么情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邻居也有一个 男的在三那里买了套房一辆车 五十万转账 最后全被原配要回来了 三还被男的打了 后面原配 直接把钱都搞到自己口袋 再离婚 当时那叫一个大块人心啊 现在 三又去当另外一个人的QF了 赚惯了块钱 有人问 为啥不去收拾老公 而是先找小三要钱 要我肯定也是先趁男方 还想要往回婚姻的时候 趁机赶紧让他配合我 先把钱拿回来啊 然后等钱拿回来了 再来收拾男的 别说六十万这么多了 哪怕是六千 我都不能便宜了小三 在这个关系中 不是说可怜小三 小三是应该得到惩罚的 但是这个男人更可恶 除了背叛自己的家庭外 在外面偷吃完了 还反过来把钱要回去 这种垃圾男人更应该受到惩罚 圆佩要是还能原谅她的话 真的瞎了眼 我来说给我闺蜜 已经不完了 她二十岁跟了她公司的老板 生日当天给她买了砖石项链 还给她买了大树鲜花 和一件衣服 期间给她给她买了辆车 现在十年了 男人明确告诉她过 不会离婚 却还在一起 这样反正获利的是男人 以后男人出轨更肆无忌惮了 不需要很大的成本 就能轻松拥有两个女人 原配也受伤了 小三也没捞到啥子 没有支持小三的意思啊 真服了 凭什么要对男人这么宽容 ad o小倩呀 不是 评论里说怎么都指责三 不指责男的这种话 你是三吗 这么维护 男的肯定要付出代价 但前提是 得让他先配合 把钱要回来好吗 如果先跟男的闹僵了 他不要钱了怎么办 谁会跟钱有仇 小三怀孕上位了 办了婚礼领了证 我一联盟 还要被这三姐骂说 现在是家庭了 叫我不要破坏 可是明明我才是卑利的那个 咽不下这口气 我还和男的保持了关系 我要怎么做 才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 求知招 刚出社会的时候 遇到很多这种垃圾 我坚决不走截政 我在想 难道我找不到这辈子 能给我幸福和物质的男人吗 做小三 真的是不要面子吗 怎么带出门 所以和我年纪 一般大的都找大哥 我只喜欢找帅哥 我以前单位一个同事 长得年轻 工作得也早 我们刚工作那会儿 只比我们大五岁左右 他对我们说他没结婚 没女朋友 还来追一个女同事 还好别人看不上他 结果后来才知道他老婆回去生孩子去了 我就是小三 哪男的 给我全都是现金 我也没开口 要他自己自愿给 一个月给五六次 一次都是一万一万的给 而且是他追求的我 这中间 我好几天了 他说 不要在一起 他就一直来找我 或者来我单位找我 有个初中同学 跟了一个大叔 结果婚有孩子 大叔的老婆 带着孩子移民了 也没拿地婚证 这个大叔每个月给现金零花钱 还给我这个同学 在省会城市 买了套大平层 一辆mini兵力 听说快要结婚了 我们这上次 有个99年的妹子来看牙 陪同的是35岁左右男的 做了隐形矫正2.5万男的 刷信用卡结账的 没过两天就过来退费 而我们退费是公账 退银行卡上 扣了2000设计费 原来是套现 这个原配是聪明的 先哄着男方不离婚可以 把钱要回来就行 男方主动提供 自己出轨的证据了之后 把钱要回来了 再拿着男方出轨的证据 起诉离婚 让男方净身出户 这种男人就活该净身出户 一无所有 就怕判决是这么一个事 人家还不还是另一个事 男的到时候 于心不忍再偷偷私会 受伤的还是原配 最后被小三骗了个倾家荡产 半身不随 还得原配照顾他 所以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远离男人得永生 如果第三者确实不知道 自己是第三者 有男方隐瞒 自己已经成家的证据 男方和他妻子 这对利益共同体 也拿不出第三者知道 男的已经成家的证据 那怎么处理呢 可能也是要全部返还吧 我就是好奇 我亲妹 就专业小三花男人钱 要男人带他去玩 也没弄下东西 全吃了完了 都是有家室的男人 散一个 立马再找一个 不知道最后能落得什么结果 我是能不见他 不见他 不跟这种人来往 三观不正 不当三 正常恋爱 只要有转账记录 就能追回 不收转账才是真 比如说 恋爱期间 男人赚了五万 然后两人一起旅游 吃喝玩乐花了 男的去起诉 女方没有证据证明 这笔钱用于共同开支 就得全部返还 我这里医护也是 97vs88 还生了两个小孩 一个四岁 一个三岁 我的天 我真的想不到 涂啥啊 25岁花一样的年纪 结果 孩子有一个 是中度发育迟缓 而且不是一例了 另外 对于重大过错 导致离婚这一情况包括 夫妻一方 与他人发生 不正当男女关系 但是又没达到 同居的程度 经法院认定 具有重大过错的 那么无过错方 就可以请求 获得损害赔偿 有些远配根本不敢告 我有同事和一个老板 十年了 房子六套左右 俩人约好不离婚 不要孩子 远配农村的 每年那种老板 给的五十万生活费 啥也不管 相安无事 也是绝了 之前听朋友说 他朋友也是在外面 有个三 很多年了 然后带那个三出去玩的时候 他当大家面 都直接老公老公的叫 然后这个男的的朋友 都看不惯那个三 被地理都说过 不好听的话 一楼评论绝了 还这么多点几率 有几个女的 不知道自己是三 知三当三的女人 可多的去了 这是现实 我就很好奇 一个女的能被骗着 持续当小三的 智商去哪里了 还是装着不知道 事业有成 进退有度 各种细节 拿捏的到位 有事业有钱 又没老婆 还没结过婚 有点脑子的 都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 是一个不说 一个装不懂罢了 毕竟灾数的人 不多想乘量的 不在少数 我身边有个认识的姐妹 当小三 我知道后 劝她分手 劝不住 她说很喜欢那男的 后来我觉得 这种朋友在一起 只会颠倒三观 跟她闹掰了 跟坐机没啥区别 两三个月 换一个男朋友 刨除那些 励志之三当三的人 有的人当三真的 就是恋爱脑 我一朋友 天天跟我们吐槽 怀疑她对象外面有人 怀疑 来怀疑去 最后发现 自己是个三 真是福 那么多人 劝分都听不进去 我不得不说 我那牛皮的姨父了 当年我快高考 她找了个 比我大的三至四岁的姑娘 现在生了两个男孩子 带她妈妈来 我姨妈家说 这些都是我们的 但是到现在 我姨妈都没离婚 这种蠢男人 还真舍得 给小三花钱 原配好好地 照顾家庭多累啊 男的转头 给其他小三女 花起钱了 结果不想离婚 睡了小三之后 又把钱要回来了 这男的真会占便宜 我表姐在做小三 我妈让她不要做小三 她说 我妈对她是羡慕极度恨 再也不和我们来往了 我妈被她气了一年 我妈是她轻姨 所以 害怕她受到伤害 结果被她骂了一顿 不应该啊 八十多万 六十万有流水 那六十万里面 夫妻各占一半 不能说钱 都是老婆的吧 那男人的那部分 是她自愿花的 为什么要还 我觉得 合理的金额 应该是三十万 我们小区一个叔叔 年纪轻轻的时候 就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 给小三买房子买车 在一起好多年了 等老了的时候生病了 然后小三一脚 把她给踹了 原配接受了爱 小三太恶心了 我一个亲戚都快五十了 小三比我还小 还打电话挑衅原配 说你男人喝醉酒了 在我这儿呢 最后还不是跟她掰了 年纪轻轻 就想来钱快 男女都恶心 男女互换 如果是男小三一样下场 跟富婆玩 东西都要还人家的 之前在抖音 刷到过一个富婆的女儿 带着自己妈 找那个男小三 要回送给男小三的大G 本人发出来的 男的是很缺的 但这小三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评论区没必要说什么 可能是骗女孩 说离婚了 找一个能当自己爹的男人 你可别说她是图感情 只能说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个判决 有个逻辑上的问题 既然财产是夫妻双方所有 那男方完全有权利 任意处理属于她的那一部分 最多也就是还一半吧 这样判决会社会上 骗炮的钻空子 那请问男的充值剥裂的消费 不也是用夫妻共同财产吗 但这种角度就要不回来 小三的居然可以全部返还法院 也是帮家庭的 要不然 不应该是返回属于妻子份额的一半 对对对 还有钱 这个比男人还重要得多 我会无比心疼这些钱 被他花出去了 我想到了 痛恨男人最主要的 是因为心疼钱 没花这么多钱 我估计都不会太狠 我身边一个朋友 认识个有钱的男的 给他买了辆六百万的车 俩人待待拉拉处四五年了 平时也不咋见面 那男的比我朋友大十岁 没说我也确信 那男的有家 这个帖子下 有个德国的 好几个留言下 都有他的回复 小三就得收拾 知三荡三的他 不认为自己有毛病的 真不在少数 这样的爹妈小时候 没教过 不能偷东西吗 我们大学就有个室友 大一的时候 当人家小三 破坏别人家庭 主要是对方的老婆 也才生孩子 后面我问他 知道自己是小三不 他说他知道 而且还想上位呢 评论区怎么有那么多三啊 还有理了 天了 我觉得正确做法 就是把钱从小三手里拿回来 然后收拾这个男的呀 不然白拉拉把夫妻 共同财产给小三嘛 原配亏死 我认识的一个小三 当律师的 未婚很漂亮 很多人追就是看不上 非要搞一个已婚的 这种女人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和未婚离异的 搞没有挑战性吗 为啥人订六十万啊 他俩一起吃饭的钱 也得算在小三头上嘛 不是给小三洗 但这个男的 也太鸡贼了吧 谁知道 是不是太厌倦了 小三和老婆做戏呢 没用的人叫人 叫不会 是叫人 一叫就会了 如果是还叫不会 现在监狱设施挺完备 精神文明挺发达 好像还有劳动教育 老高级了 专业的事 让专业的人来 说小三不知道 自己是小三的 我感觉要是说出几个月 还不知道我 还能理解 要是一年两年的 还不能有所察觉 我是真不幸了 何况男方年龄 那么大了 小三是可恨的 但是万一真不知道 自己是小三呢 虽说年纪相差大 那个老男人 完全可以说 自己现在 是离婚单身状态呢 仅提出自己的疑问 这个案件只能证明 小三还不够聪明 或者还不够狠 男人老婆发现男人出轨时 小三立马说分手搬家 换成事 永远消失 上哪儿找小三还钱去 前几年很精彩 看到原配和自己家里人桌奸 都是把小三衣服都扒了 然后拍视频 看着可怜又可恨 如果是不知情的情况下 做了小三 也太怨了 男如果一直骗三 就是男的真的坏 要是三知道男的有 还故意搞 那就是两个渣渣 还有就是 男的说不定有小四 小五 花的钱不多就是了 好乏啊 每次都有一堆人骂小三 吐槽小三 就不爱不爱 一说出轨男就说 先收拾小三 没事 你要这样想 你老公还是会出轨的 但是 为啥会是60w 我记得朋友之前给我说的 他们法院判的是男的 得出去的一半 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女方的 那个部分 还有全环的呀 所以 广大男生醒醒吧 就我所遇见的出轨男 十个没一个是好下场的 天道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做坏事的人 不是不报 只是收味道 嗯 48和25差那么多 不就是为了吗 你要说差个十岁以内 算是爱情我还信 差那么多都能当自己爹了 不是为钱是为啥 笑死 评论区有些人逻辑好奇怪 谴责出鬼方 等于帮小三说话 等于你就是三 那么 按照这个逻辑 你谴责小三 等于帮出鬼方说话 等于你喜欢出轨 所以 作者最后一句就是 不要知三当三啊 讨论的就是 已经知道自己 是三的情况 还在那说 有些三不知道 自己是三的情况 有什么意义 一个巴掌拍不响 小三和男的都可恶 小三如果知道对方 有家庭还去插足 更可恶 毕竟自己如果坚守原则 男的也不会来招惹 所以我想问一下 如果有孩子 男方全款买的车子房子 写小三名字 还能拿回去吗 我看好多小三 有车有房 可比原配好多了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依然有些拎不清的小丫头 飞蛾扑火 小三们 记得狼教授吗 除了返还所有财物 还背上了巨额债务 支付宝转账那些的 花的是共同财产 共同财产里面 吸出自己的一部分 怎么会转60W 还60W啊 应该有一半是自己的吧 我小一他老公就是出轨了 男的给小三花了两百多万了 然后法院判的 是让小三把钱还回来 如果还不上 就列入失信名单了 这男的也太恶心了 比自己小23岁的 都下得去手 都快能当自己女儿了 恶心死了 这女生也是 这么老下的去口也是牛 那男的不更肆无忌惮地乱来了吗 睡完还能要回来 他可以继续用同样的方式 继续睡别人 然后再让老婆起诉 妥妥地白嫖啊 现在很多这种 原配发现 男方就配合追回的 再作为夫妻财产 离婚分财产 玩到了 钱也回来了 我听到过这种故事 虽然男的肯定有问题 但评论里 让劝男的别找小三的 题主的例子里 男的20W换两年 明明没损失啥到头来 还是女的吃亏 现今如果男人说不出出处 也可以当作是给小三的 针对出轨的起诉离婚 小三和出轨男 也没有证据说明 他们没有拿走 这个案子 金额数算错了 80万 判赔60万 为什么 因为20万现金流 80万支付宝转账 这就是100万了 执三当三很可恶 但是有那种骗别人自己离婚了的 或者骗别人自己没结婚的 这种该怎么做 才能让他受到惩罚呢 一个要年轻漂亮的 一个要钱 各有所需 也不全是女生的错 只能说这个小三运气不好 碰到董法的正事 哈哈 你也说了是男方配合 不配合的呢 转移财产的呢 打老婆不要孩子的呢 你劝 你能劝成也不会有那么多苦命妈妈 我朋友接手的案子 也是判小三赔钱 但是那个小三很聪明 早就转移了名下所有财产 盼是盼了 但是钱执行不了了 我们家楼上就厉害了 小三上位 原配搬走后 无缝链接搬进来 车还都是小三开 也不知道原配除了孩子带走了啥 一楼的观点真是绝了 小三不一定知道自己是小三 小三和别人婚姻无关 经营不好 也还是两个人的问题 我身边有就一对 男的76年的 跟我爸一年 已婚 有两个女儿 那个女的99年的 真的不懂那个女的图什么 这下面说 为什么只骂小三 不骂男人 人家的意思 是劝年轻女孩走正道 死男人就那样了 他们很坏 劝也没用 好多说 别人男人骗小姑娘 正常小姑娘 谁找大自己那么多岁的 而且谈男朋友 正常两年给你花80万 可能吗 也许不是原配想离婚才要的 有的是男人想要的 玩过了找机会 用老婆手把钱要回来 反正老婆也很多配合 又来又来 果然评论区里 又出现了被当三的 这男的都48了 说他没结婚 谁信呀 这种事男女都不放过 我可好奇 小三啥莫烈 男的怎么为他花那么多钱 像我这种 这儿八经恋爱的好女孩 还没小三珍贵 直到一个 那个人都是给他现金 一给好几万 还给买了个房 就怕以后被老婆发现 所以才都给现金 25岁的花季 找48岁的老男人 他绝对知道自己是小三 所以才愿跟对方 正常人 谁找个那么老的男人 两三年八十多万 这种货 还出来养小三 对了 普查一下 评论区里骂小三的 有多少 是宠爱着汪小菲的 这男人真确的 占完便宜了 还要收回钱 这种事也不是一件两件了 女孩也要自爱 48枚家庭可能吗 也有好多莫名其妙 被三的姐妹 还是劝告大家 恋爱时 查清楚对方的婚姻情况 at被容住手 不要人财两空 如果是小三 并不知道男方已婚 而是奔着结婚 为目的恋爱的呢 那男方算诈骗吗 可以要求精神补偿吗 我觉得 没有指责小三 是让小丫头都注意了 当三没有好结果 难道还要夸三做得对 大家都来当三呀 这60W不应该AA吗 男的毕竟也花费了 之前男女朋友分手 男方索要恋爱 存续期间的所有花销 我的天啊 97年大好年纪 为什么要找个48岁的 喜欢他年纪大不洗澡吗 都能当他爹了 好恶心啊 如果 男的有公司 老婆不管公司 小三当了公司副总 买房买车还生娃 钱还能算得轻吗 真诚发问 两年里得20万 从经济上说 小三不亏 但以后是否影响名声 就不好说了 既然当小三 还在乎啥名声呢 小三很大一部分 知三荡三 尤其是男主角这么老的 明显有家庭 我不理解 为什么总有人 试图去为小三辩解 刚开始或许不知道 后面那就说不准了 人都不是傻子 难道他感觉不出来 只能说自己骗自己而已 这种男人都是精算师 对老婆来说 算是浪子回头精不换 对于小三来说 等于白屁 反正吃亏的是女人 我今天才遇到一男的 来带小三买房子 几百万的写他一个人的名字 女的96年 还给他开了家茶楼 25找48岁老男人 图啥 要说图钱吧 这抠门 还要把钱给要回去 真正有钱人 也不在乎这几十万吧 我认识一个也是这样的 老婆带着律师找了小三 把买给小三的房子 甚至连买了几个包都要回来了 呸 这男的也是真恶心人 还不愿意离婚 还反向当证人提供证据 可不可以把钱要回来了离婚 不用你劝大家都应该知道 不能当小三 但是好多人明知不可为 偏为止 最后受害的还是自己 这男的最可恶 吃了抹完嘴 还把钱要回来 这种男人留着干嘛 小三最可怜 最后一场空 四十八的老男人 九十七的小姐姐 砸下的去手 就算下手了 多长得新颜子嘛 这亏吃得太大了 评论里三真多 一楼就是把我不理解啊 当三为啥能理直气壮的呢 这不怕被人戳几两骨吗 为啥小三不是退一半呀 夫妻共同财产 男方愿意给的 应该不用退吧 追回的是女方的钱 还是那句话 小三对于男人 就像马桶一样 虽然用着很舒坦 但绝不会对马桶产生感情 不管是谁 都不能当小三啊 为什么这种事还要提醒 针对走歪的人 而非律师的不理解 所以 小三下次还得去 注册一个个体工商户 难道要转钱先刷卡 提供的是服务类的产品 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俩谁是无辜的 四十八和二十七 都是成年人了 心理屠杀心知肚明了吧 别被小三被小三的了 破防的啥呀 八十多万的被小三 这三儿真纯情美少女一个 哈哈 虽然说买方和卖方都要打击 但能打击到一方 已经有警示作用了 减少功 嘘 我只能说 碰上极端的女的 男的这么做 很可能这两口子都活不了 这样的案例也不少 来钱这么快 女孩子有几个不乐意 做小三又没什么损失 没有法律约束 你能劝得住 我想问个问题啊 那要是 男方通过第三方 人或者公司 转给小三的钱呢 怎么处理 学到了 以后要求现金不连号 其实简单 以前当绑匪时也这样 果然赚钱是一通百通 我真是不理解 那么多评论 只说 男的缺德 一个小姑娘 不自爱 这是 是什么值得同情吗 我从来都觉得 出轨的人比小三更恶心 小三没有家庭约束 出轨的有家庭 还好意思说 为什么总有人 在指责小三的时候 跳出来说 要骂男的 这两件事矛盾吗 小三不该骂吗 希望看到 男的被害成 家破人亡人才两空的 案例中这种情况越多 男的越无所畏惧 二十万的现金 说明现在的小三越来越懂法了 有个直播间 不是还教小三 怎么保全财产 我老公哥哥 现在的媳妇 就是小三转正 和前妻还没离婚 小三就生了女儿 很决绝的 三 有家庭 有孩子 跟我老公一个公司 人家现在跟他老公 吃好喝好过得很好 前男友跟我分了 我才发现 他是出轨 跟被小三的女生聊天 怎么样才能把他劝分手 所以 女的就把钱花了 啥也不留 打官司输了 啥也没有 另有一条爱干嘛干嘛 我老公朋友的三 就深知要现金 男的给他买辆X5 要求男的提一百万现金给他 不当三也能要回来 之前 有个是分手后起诉女的 最后也是还钱了 这些男的罪了 为什么标题要说年轻女孩 有些女的自己也有家庭有孩子 他偏要破坏别人的家庭 这97年的女生想什么的 48岁都跟他爸爸年纪差不多了 图什么 图他年纪大嘛 我知道一个23的女的 给50岁的男的做三 后来被发现 转账现金都吐出来了 60万中除了直接转账给小三 那其他刷卡消费的 如何知道是为小三花的吗 不是 这年不年轻的 男生女生的都不应该当三啊 打击抵触一切小三 姐 别发怎么得到证据的 不然小三学了 那男的够狗的话 原配和孩子会很惨 然后这个男的就回归家庭 相安无事了 以后还会继续找的 放心 首先一个女人能当三 其实就是因为男的有钱 评论还那么多喜欢当三的出生 大了二十几岁 女孩对男的绝对是真爱 不掺杂任何东西 只是这男的太不是东西 我男朋友爸爸出轨 为了那个小三离婚了 现在要和那个小三结婚 一个陪酒女 你这劝人不当小三的理由 也太粗糙了 那要是小三不要钱 岂不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感觉应该有感情诚信系统 出轨男和支三当三都应该上黑名单 给后人避雷 我就收拾了三 现在我看到是做小三的 就想惩治他 不让他出来霍霍家庭 男的如果欺骗女的说 离婚了呢 做小三虽然不道德 是出轨男才是最恶心的 从这个案例中 我知道了我老公以后要有三 我绝对不离婚 就找证据 我身边就有一个 那男的给钱开店 这女的现在过得很好 把爸妈也接来身边 要说八十是夫妻共同财产 那里面四十万元可以还 但还六零搭败柳 是什么原因 呵呵了 我也是九十七年 但我这辈子 下辈子都不可能做出 违背道德伦理的事情 诈骗六十万 判个九年绰绰有余了 做小三现在真的不行 随便起诉都是诈骗 有没有一种可能 原配也并不是想要收拾小三 人家只是想要拿回自己的钱 真恶心 老男人恶心骗小女孩 现在很多小女孩 也是不学好 总想不劳而获 为啥先收拾小三 小三不赶紧收拾一顿 就找不着了 老公可以留着 慢慢折磨 这男的都能当女的爸爸了 五十岁的人了 还天天管不住自己 还有能力吗 女生都在指责小三 为啥不说这个男人呢 四十八岁了 还要找二十多岁的女生 为什么男的可以全身而退 没有共情小三的意思 但是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以后结婚前财产要公正 她有任何不轨行为 财产都是我的 跟她哪有废话 我姐夫T&D养了仨 还让我姐到处给她借钱 现在两三个月了 找不到人 以前我的一个同事 跟女朋友分手 花过的钱 以及送的礼物 还给女方要回去呢 最恶心的还是这男的 什么便宜都占 于和雄长兼得 这种没惩罚吗 虽然小三破坏别人家庭很可耻 但是这个男人更恶心 不离婚恶心一辈子 横竖受伤的都是女人 还都是女人掐架 什么时候能清醒点 把男人解决掉 微信 支付宝支付转账 真的是便宜了渣男 不过小三也不是什么好善查 我遇到过 男方不承认有三 不配合 女方不想离婚 还想把钱要回来的 现在小三 比原配张狂 这辈子不做谁的原配这样 就不会有小三的存在 这男的就不是好东西 自己都已婚了 还在外面找 最后吃亏的还是女的 明显就是交易 一个图钱一个图年轻 这男的也是不厚道 占完便宜要回去 生孩子就是另一说了 小三的孩子 跟原配的孩子 有一样的继承权 真恶心 这个三 就是为了荡三的 48岁事业 有成脑子没问题 都应该知道有家庭 在网上看过几个案例 说是男方转账的时候 写上自怨赠语 法院就判不了 你这个律师 也是很会营销了 看起来不太专业 但是很会抓住大众心理 都是劝女的不做三 但是 这种事 一个巴掌拍不响 应该也叫男的 别找三 两年时间 男的还是48岁 不是支三当三是什么 评论某些人 别写了 这哪是小三 根本就是诈骗的 奔着钱来的 男的 也是奔着娱乐去的 你好 手机拍照下来的微信 转账记录 属于证据吗 还需要什么证据的呀 楼主需要辅助的话可思 可查是否实质性出轨 几个人 小三状况等 每次 在这种话题底下 都能看到女性在内讧 M 好自为之吧 其实我不是很理解 作为律师 不应该是有保密协议 或者什么的吗 三应该被判刑 坐牢才好 打抵三年起 看谁还敢做三 这为什么要判小三退回啊 应该是出轨男 承担债务60万 退回给妻子 如果对已婚者 出轨判刑 哪来的那么男女 小三 要解决源头 才是真的 我也讨厌 这三当三的人来看盘 而且 某些人还自以为是 死不承认 能不能劝一劝 这些恶心的老男人 不要去诱骗 人家设施未深的小姑娘 多来劝劝已婚男 不要出来祸害小女孩 女孩子也是保护好自己 嫖虫也一样 有一些只因聪明 只收现金 不支持微信支付保转账 男保在这件事中 又成功隐身了 只要我帮助提供证据 我就是好男保 我觉得 不当三事 因为要有道德 而不是仅仅因为 钱拿不到自己手里 三毕竟 是跟法律为敌 我觉得这种事 确实 道德束缚不了人 但是 不管什么年龄的女孩子 都不能当三好吧 这是底线 也是教养 出轨的大两轮的大眼 这也太难以下口了吧 当小三 也是不容易啊 那些想在外边玩的男人 只会说 离婚或者丧无 说已婚泡不到妹子 很多女孩子被骗的 什么离婚了 丧偶了 别问为什么知道 你好 请问想和小三 还有出轨男索赔 他花出去的钱 如何取证 虽然说 那些卖的和三都不可原谅 但是不得不说卖的 要比三有钱 这原配也是厉害 这也不离婚 天天跟个出轨男在一起 不嫌恶心呢 有钱人大多数私生活都很乱的 所以 过好自己的吧 尤其是女人 高二郑之声提问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了小三 算不算善意第三人 两年给仨花二十也不少 一年十万 他一年都不一定能挣十万 还有好多已婚难玩直播 说自己没结婚的 给主播猛刷锥的大把 我一直坚信 三角关系里 问题最大的是 出轨的人 第二才是小三 说的对啊 不见到男方父母 没有领结婚正不结婚 不要生孩子 小三也不一定知道自己是 但是男的不是 自愿给的吗 为啥要还 现在三都是重职业了吧 每个月都发工资 还是现金 各取所需 问题是 小三没钱 还会怎么样 难道坐牢吗 最多进入失信名单 小三固然可泣 更加可泣的是 自私自利 只顾自己享受的男人 知三当三的跟出轨的男的都不是好东西 被三的就有点惨了 这小三和渣男的年纪 正是我和我爸的年纪 无了大雨了 我觉得最多赔三十万 六十万夫妻共同财产 也是一人一半 九十七年 多好的年纪啊 为啥当三呢 这男的也太EX了 男人现在真的惊得 杨小三转账都通过司机的账户 奇葩 小三应该反起诉男方嫖娼 八十万是PG 要进一起进去 现在年轻小姑娘 多数不值钱 给你个几十万脸都不要了 四十八岁还有钱 没有家庭不奇怪吗 这种肯定是指三当三 真搞不懂 明明是男的错 最后受益者还是男性 四十八岁跟九十七年 这个三一定是指三当三 满足虚荣心 小三千千万 不是这个人 就是那个人 根本原因在于男人 四十八岁那么老 九十七年的也才二十五六岁 咋下的去嘴了 如果男的隐瞒自己已婚人士 是不是小三就没有这么惨 小三固然可恶 但是最恶心的 还是那些去找小三的男人 都占了二十多万的便宜了 对他们来说 可不是一场空啊 以后记得拿现金 哈哈哈哈 不然还会被要回去 可是现在法律又规定 小三儿子也有继承权了 你怎么看 不年轻的也不可以当小三啊 道德问题 谁都不能当小三 一般不是只能要回一半吗 比如八十万只能要回四十万 这就是告诉三 人家玩玩意 真遇到事还得是原配 四十八和九十七年 这女孩找了个跟她爸爸一样年纪的 不是要当不当小三 而是不能依附男人 智者不入爱河 现金起诉不了 拿了那些名牌奢侈品 也起诉不了吧 这个男的真恶心 完了别人还配合起诉 真不要脸 有些可能都不知道 人家有家庭 有些男的真的很变态 所以 先应该把那个小三的钱 要回来 再离婚平分钱 所以我都是正经谈男朋友 压根接触不到已婚男性啊 如果转账上写着自怨赠予 是不是就不会被收回了 小三固然恶心 但是这男的真的很吓我头了 中国十几亿 各种各样的人都要 做好自己就行了 年纪大的女孩 也不能做小三呀 男的也不能做小三呀 四十八岁 我二十四我爸也才四十八 真是找了一个爸 何鸿燊公开四个老婆 为什么能合法公开四个老婆 看来好多小伙伴 没看过著名狼教授小三斯比亚 所以说 从男人口袋里掏钱 还能全身而退很难的 钱必须要回来 但是这个男的绝对不能留 垃圾 用其法律武器 我也打跑了小三 钱也帮拿回来了 不只是年轻小孩 别当小三 任何年龄都不要当小三 是我的话 我就收拾小三 收拾小三 不会也是业女吧 这是三没给他生孩子 生了孩子 就不是这么个事了 让小三在公司占股百分之五十 这样原配就没有办法了 能不能去劝劝男的别出轨 他脑门上没写已婚俩字 挺好的 多维护一下这位客户 说不定明年还找你 四十八岁 九十七年 也才二十五岁 妈呀 都能当他爸了 这年头 不是只三荡三的傻白填纸 存在于网络里 劝男人 还是比较希望有一天 劝男人不当小三 现在现金比较少了 取款银行 还得登记啥的吧 你可别说太清楚了 万一以后都给现金内完了 哦 所以 要收就收现金呢 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 但凡三观症的女孩子 不会当小三 男的也是垃圾 这种情况 可以告男方QJ吗 违背妇女意愿 这种活呆啊 年过半百的老头 怎么可能装单身 依靠男人 本来就是行不通的 女人还是要靠自己 我要是男的 全电子转账 玩完了 再起诉 要回来 三 学下理财 记得把便保险 要都要补回去 正经人都不会去破坏别人家庭 有也是罪有应得 那返还的六十万是 属于妻子的吗 还是共同财产啊 现金 M 貌似给小三提供了新思路 48岁 身上得多大碗 97年的 才多大点 我同事就是 人家聪明得很 只要现金花 八十多万 可不是小数目 是我的话也会追回来 大二十多 还能不知道自己是小三 这是在搞笑 好的 小三们知道了 以后大家都敢用现金 如果小三没有六十万 那是不是会被判坐牢 好的很 你告诉做小三的秘诀了 就是要现金 哈哈 我才打赢小三的官司 一闪二闪都赢了 这件事不是告诉我们 做小三一定要用现金 钱要回来后 应该把这对男女 再关起来判几年 这男的肯定是个吃软饭的 钱都是老婆挣的 这不是男人自愿给的吗 为啥还能要回来呢 为啥要普及姐妹 不普及小三钱财问题不行吗 一楼这个说法真的绝了 严重怀疑就是个三 劝男人管好自己 做好本分 怎么会有三 你顺便也普发了 记住小三们 要现金交易 哈哈哈哈 太好了 被又丑又老男人 白占便宜 小三为了钱 男人为了刺激 各取所需 这年头 哪来这么多 不知道 自己当三的傻白甜 我说一楼咋没人对呢 原来是景豪有评论啊 前几天 有人跟我说 当小三的钱能写 很简单 总之 不要想着依赖 他人生存 或者不劳而获 我认识一女的 男的每个月 给她四万现金 夫妻共同财产 难道不是 能追回三十万 为什么好多男的 出现这种情况 都不愿离婚 如果男方不配合 是不是能要回来的 钱不多 九十七才二十六岁吧 找四十八的 他不恶心呀 妈呀 讨厌小三就是厌女 某些人真的溜 二零二三年愿望 渣男被轻 一片大好 可是有的女孩子 不小心被三了 如何维权 就算不是这个小三 后面也有 另一个小三 无聊看完了评论 下面当三的 应该不少 六十万肯定花了 这三还欠一屁股债呢 还说不说 老公居然以气 提供证据 你为什么不劝一下男的 不要去找小三呢 结果还是男人 没点损失 当男人真好啊 六十万能不能 还得起 又是个问题了 所以 楼主说得很清楚 说不要做小三吗 不管要怎么处理男人 都得先把钱拿回来 专门当小三的可恨 但是被骗得也很傻 那就以后 都现金就好了 这没啥说服力 渣男中的战斗机 看这样 也优秀不起来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有什么是冲男的来 总结 不要靠近男人 不要当三拗钱 一定要回复著名 感谢您对我无偿赠予 一个图钱 一个图激情 原配不同意 所以当小三 一定要让男人 给你现金消费 现金也能要回来 但起码 要有聊天记录 看那些想不劳而获的女人 还敢当小三啊 有认识此人的吗 请私聊我 谢谢 关注姐姐了解点法律 还可以看看穿搭 这还用劝 正常女孩子 谁愿意做小三 早点给女生上这一课 也没什么不好 结论 转账备注自愿赠予 只收现金 是要男人安分点 别去乱摘野花吃 为什么会觉得三可怜 明明很爽好吗 善恶中有报 这男的 这小三 这女的还不和这男的离婚 也真够了 这 我97年的 我爸好像也是48 也劝劝男人结婚 不要骚扰其他女性 劝不住的 太多女孩子想走捷径了 48了 涂他不洗澡涂他年纪大 你是一个人律师 你怎么可以这样 这个男人真觉啊 便宜 都给他占完了 支付宝 微信支付普及 不是没道理的 我现在好难受 怎么才能自愈自己 你应该劝男的 别出轨 别骗小姑娘 我要是原配 钱要回来了 也得离婚 单反能听劝的 不用劝 也不会当啊 看了这个年龄 差点以为是我老板 当然是先把钱拿回来 再收拾男的呀 小三现在知道了 以后只能花现金 小三大大大部分 都知道自己是小三 那可以反告这个男的 适时重婚吗 我们也花了几十万不配合哦 呵呵 你这发出来 三都知道要现金了 现在很多已婚男的 装单身骗妹子 支持 看以后 还要敢做小三的吗 真他妈不要脸 找小三 人渣 评论里怎么还有支持人 当小三的 根源解决问题就是 远离老男人 只要出轨 男的和小三都很恶心 结论 以后花别人钱 要用现金 三只是装不知道 人家目的明确 九十七 四十八岁 这明显知三当三吧 评论里那个希望 应该就是小三吧 这是故意吸引 小三客户来咨询吧 其实讲到底 最坏的 还是那个男的 哎 我被骗当了小三好难受 还是劝男人 不要沾花惹草吧 到底是剩六十万 还是八十万 这种男的真垃圾 恶心到我了 看完赶紧约小三 去吃饭 压压惊 这个案例告诉小三 只要现金 不管什么年龄 都不应该当小三 现在连这种事 都需要被劝了吗 那年纪大一点的 就可以了是吗 有些女的 就是为了才当小三 四十八岁 都能当九十七年的爸爸了 哈哈 我懂了 以后用现金 评论里的小三表示 他们学到了 好家伙 和这男的 没一点惩罚 给现金 如果有录音 能不能追回 小三要是没有钱 还能怎么办呢 没一点颜值和本事 还当不了呢 所以 最大的获益者是男人 渣男小三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男人和小三 没一个好东西 只是这样 当小三 确实不应该 所以当小三 要让对方花现金 关键时候 还是两口子一条心 你怎么不劝 男的不出轨啊 你劝一下的 别出轨吧 还是 小三该治 男的更该收拾 就差独无秀波 身份证号码了 哇 所以这男的 简直没损失啊 离婚后 还可以起诉小三吗 这是提醒他们 要现金消费吗 应该劝大家 别结婚了 真的 你这么一说 都知道要现金了 有的男的花女的钱 咋办 可是三甩赖 不还怎么办呢 通篇 都对对男的 好宽容哦 小三 出轨的都得骂才行 奉劝男的 不要出轨行不行 竟然还有 如此愚蠢的女人 怎么会有人 共亲小三啊 怎么谈了这么久 还没发现 不管怎么样 都支持原配 有点难过 AETI仙女不讲理 小三不一定 就是为了钱的 记得了 下次要用现金 花不少啊 这必须要回来 三和出轨男一样 不要脸 别争了 毕竟小红书三多 大九岁 有可能结婚吗 明白了 以后现金消费 剩下的八十打错了吧 想做想骑成的 三太多了 男女老少 都不该当三吧 起诉不还 也没办法了吧 最应该骂的是 这个男人 上学时候 难得没好好学 如果三没钱 还怎么办 已婚男 不受法律制裁吗 评论里的三都气 跳脚了 外面玩完钱 还要回来 任何时候 都不能当三啊 这以后 小三都要现金了 不懂道德感 极低的男女 知三当三的 还不够多吗 这不是当他爸的年纪吗 这种男人 最好遭现实暴